我想请教两位 虽然我们现在才刚要入下 但是如果我们 以这个白宫医疗团队 马首是站的话 那他们在四月 将近四月底的时候 又提出就是 比方他们担心美国本土 会有第二波的爆发 混合流感 那这个我当然是要请教 专业的医生市长 你怎么样看 那还有第二点就是 一直提出18个月 就是当然这个 可能是疫苗开始注射的时候 大家才能够期待 所谓的疫情结束 那一想到这个 大家都觉得越来越灰暗 这个是这样 这个就是 你要知道 有时候叫 世界走到这个全球化的程度 大概回不去了 所以是这样 防疫分两个 一个叫 Berry 就主角 不让他进来 一个是 一个是在内部的内部控制 这个主角 除非台湾百分之百锁国 不可能了 为什么 人家最喜欢问我说 疫情什么时候结束 我每次看就要跟他讲说 疫情还没开始 为什么 南美洲 东南亚 印度 非洲 还没开始 才慢慢在开始 它是从中国大陆到欧洲 欧洲再到美洲 我就讲 南美洲 非洲 印度 东南亚 还没开始 所以 所以只要这些地方还在烧 除非你就下令这些地方 通通不准进台湾 可能吗 不可能 所以也就是说台湾永远 整个世界永远都在危险之下 所以意思就是说 在这个事件之后 你知道 只要地球上没有彻底消灭 它就是一直存在 所以除非说真的有一天 有很有效的疫苗出现 好像消灭天花那样 每个人都打疫苗 但是你要知道那花几年的时间 所以这没那么容易 肠病毒都还没有疫苗 对啊 所以不见得有疫苗 第二就算有疫苗 价钱多少 然后要把71人口全部打一轮 哪有那么容易啊 所以我倒觉得这样 基本上我的逻辑是这样 这件事情它已经会流感化了 而且这个病为什么很难产 一开始我们遇到这个病 这个肺炎出现了 我就想说 照2003年SARS的经验 结果发现这个跟SARS 它的逻辑不一样 SARS是发烧以后才有感染力 这个是在发病前24小时就有感染力 哇这个就差很多了 有的已经隔离40天还没放出来 因为它一直在 我们叫Virus Shading 它一直在 那个绿过性病毒 一直从口腔会掉出来 所以天啊 这不是被代言者吗 所以如果发病前就有传染力 病好了 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 还有传染力 哇这个就表示在社群当中 会开始出现那无症状的代言者 所以这非常难产 所以这个病我一看 常常是这样啦 我们要与敌共存 就是你要跟这个敌人 你要学习怎么跟这个敌人共存 而不是说你要幻想这个世界 没有这个敌人 所以这个 所以我倒觉得这样啦 有比较健康的想法就是 口罩该戴就戴 对啊除非有一天疫苗出现 所以我在可见的时间内 18个月内你知道 大概大概所以我也觉得是 在一个程度的控制之下 我们必须还要在cost benefit 就是说在感染跟整个社会经济当中 还是取得一个平衡 所以老实讲我也觉得 我们现在这样这么严厉的封城 你看中国大陆受不了 它也是解封了 为什么它再封下去 它经济会崩盘 所以台湾到一个程度 就是我们看这个概念就是 我们允许一个程度的感染 但是那个 这是不是养智良不断的呼吁跟提醒 没有这个我跟你说 这是你们有医学背景的人 没有这个说是这样啦 政治有政治人物考量 政治人物说 零社区感染 我觉得战略不对 要想说可忍受的感染是多少 那在经济发展跟得病之间 要取一个平衡 所以我认为是这样啦 这一波我们还是该守的守住 可是要开始 坐下来思考说 从此如何与这个敌人共存 这是因为产生抗体这件事情 其实对于长久来说 是这个社会有需要的吗 不是啦 疫苗还没出现之前 坦白讲 疫苗就算出来 一个疫苗要多少钱 然后要怎么打 这不是那么容易 所以有时候政治还是要落实 还是要务实嘛 所以有时候是这样啦 如果你真的要追求零确诊 然后把经济收到再 所以这个题外话 因为这个要录影 酒店跟舞厅真的要百分之百关掉 那要关多久了 除非你说我要把这个产业全部消灭 所以意思就是说 终究你要在感染跟经济发展中 还是要妥协的 所以你的意思我可不可以诠释说 我们不要拥抱目前我们台湾 所得到的掌声跟光环 不要去hold on 其实有时候看一下说爽一下就好 意思是说我们已经证明我们很厉害 再来要务实开始思考再下来 两个月ok没有问题 如果18个月 真的要这样18个月 这样的话18个月 那经济能不能做有效的调整 所以还是那句话 政治要务实 Practical 就这样我当医生嘛 不是抗生素全部打上去 有时候抗生素打太多 反而抗药性出现了 抗生素本身的病化症 所以我还是那句话 最多的治疗不见得是最好的治疗 我怎么样把务实变成一种政治风范 然后去引导大家 去看清楚一个事实的 去衡量 去衡量 我要什么 然后我可以牺牲什么 去做选择 其实我每天在接受相关的采访的时候 其实都有一样的痛苦 为什么 因为他们就会问说 隔壁县市讲了什么 然后你们打算怎么做 比如说我们的场馆关不关 到目前为止 台北市的场馆没有关 是 我们做实名制 然后我去碰到 有很多的民众就会跟我说 谢谢你没有关 我们还可以有地方运动 就某个程度 就像市长说的 我们到底要做到什么样的阶段 我们可以关三个月 还是要关半年 还是要关一年 那对我们来说是 务实是比较重要的 我们希望的是 这个城市正常的运作 我的公车捷运还是正常的开 我们还是上班 但是我们保护好自己 台北市政府 在我看来是很务实 可是在现在的 所谓的政治正确上面 或者是民粹的 要求上面 你们为什么六处都不公布 类似这样的东西 我们必须要顶住这个压力 但在这个压力之下 我相信台北市民 比较理性的台北市民 是可以领解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找 防疫的解决方法 可是大家都在认为说 你们是在做 不管是历史中还是顺史中 我觉得这个都很没有意义 现在方式 大家真的应该互相信任 不同政治人物的风格 其实是跟他人生里面 处理不同know-how的经验有关 警戒出身的侯友宜 市长有没有带给你压力 不会啦 我是医生 我跟你讲 外科医生 讲一大堆没有用 病人开刀死掉没有意思 所以我们是病人开完道 要会活 然后要恢复健康 所以说是这样啦 就好像 你说场馆把它封起来 封两个礼拜可以 那问题是 你要打算封多久 除非我们趁机 把酒店跟五厅 就趁这个机会 把它从台湾社会彻底消灭 如果你的战略目标是这样 那也可以就把它消灭掉 你懂你的意思 那如果没有的话 那你就回来第二个问题 现在关掉好 下一题你要关多久 两个礼拜说大家放假算了 两个月它店就倒了 那我跟你讲 里面的小姐 外面还有趴车小弟 还有煮饭的 还有什么 这些全部失业 那你除非 除非你现在跟我讲说 我要把台湾的酒店消灭 那可以 那如果不是的话 那你就告诉我 你要红多久 下一步 所以你看我们台北市的话 我们的运动中心 我们就是实名制 我把人流量下降 就少一点 但是 但是我还是让它可以运作 当然有人会讲说 万一一个感染 两个感染怎么办 坦白讲 这就是 作为政治人物 你当年在决定务实的时候 我可以做政治正确的事 可是 可是你也想说 他倒电 他小孩子找不出协会干我屁事 如果你要这样想 那可以 如果你不是这样想 那你就是 所以我觉得很难 但是这让台湾已经成为一个民粹的社会 也没有办法 已经是这样的 但是做我们可以做的 他就坚持我们认为对的事情 所以有时候还是价值信念 要价值信念 你觉得一个全球性的灾难 当它过去的时候 2020或是2021这一年 你觉得人类应该记得什么 还是对我们后代的价值 这个是这样 当年SARS结束的时候 我在台大就跟我的同学 学生讲说 我说你们只要活得过久 以后一定会遇到更难的题目 真的还假的 真的 我当然就知道 因为是这样 因为绿国性病毒它总是会 所以永远会有新的疾病出现 所以我倒觉得这样 这个就是 就是做我们能够做 就是有时候人到终究还是这样 要了解说 我们是光阴百代的过客 所以还是那句话 我每次说结论 心存善念 尽力而为 我们也不是做坏事 尽力 你也不要幻想说 你一定会成功 不一定 有时候还是会失败 所以六千万年前 那个陨石打到地球 恐龙全部灭绝了 没办法 但是就是说 永远会有不可置的危险困难出现 那就是 保持一种正面态度 尽量尽量 尽量 谢谢两位 也谢谢首都的市府团队 带给我们一个稳定 虽然大家都摸着石头过河 但是一步一步 都是稳定的走 非常谢谢 也祝福大家 疫情赶快结束 谢谢 谢谢 疫情不会马上结束 你换心了 也不会